第616章生机不绝 小浩 多么的想你活过来啊 大壮 二蒙等来了 带了几坛酒 坐在这里 他们喝一杯 就会向坟前撒上一杯 他们比十浩大了几岁 但是小时候 十浩的体质就很强 起初还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 到了后来则超过了他们 真不敢相信你已经离去了 怎么会死呢 二蒙眼睛发红 皮猴 胡子 鼻涕娃也都难过 不断地倒酒 一杯又一杯地喝下 雨洒在地上 这三个多月来 他们每隔几天都要来此一次 这样喝酒 恍惚可以见到十浩 不说自幼一级长大的真挚感情 便是十浩为石村做了那么多 也让他们难忘 心中发毒 真是不公啊 小浩孤单地躺在这里 那个家伙却被传为盖世奇才 说什么将要天上地下无敌 那本是小浩的皮猴说道 他们虽然身在石村 但是对外面发生的事也知道一些 因为这里与十国皇宫一直有来往 消息并不闭塞 清风因为继承了十国皇位 一直在两地走动 你们说 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黄昏草啊 要是能寻到一株多好 很想小浩活过来大壮沉闷地说道 我一直觉得他没有离开 庞浮还在身边鼻涕娃道 他是同伴中唯一一个比十浩还小几个月的少年 而今也已成亲了 最后他们相互扶住 带着酒气 一起下山走向石村 这些日子以来 如果说村中谁最心伤 一定蜀族长石云峰莫属 因为石浩是他亲手养大的 秦童祖孙 他真的很难适应 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短短三个月 他像是老了十岁 头发雪白 木气沉沉 老人常一个人坐在村头 一坐旧的一整天 村人打招呼也不理会 众人看在眼中 都跟住难受 孩子 当初你被送来时 只有我膝盖那么高 衰弱的马上就要死去了老族长南南 他看住院子 庞浮还能听到那虚弱的婴儿哭泣的声音 后来 你终于活了下来 我们祖孙在一起 相依为命 真的充满了乐趣啊 他轻叹 双目中有老泪躺落 恍惚间 他看到那个大眼扑闪 步履蹒跚的小家伙 扯着大黄狗的尾巴 嘴里发出稚嫩的声音 组长去吃饭吧 不要难过了 村人来相劝 事实上 每一个人都不好受 我吃不下老人低头 用手摸索一个小瓦罐 这是当年的小不点 每天都要用的东西 偷偷摸摸 怕被人发现 自己熬煮瘦奶喝 当然 大家又怎么不知道呢 这些瘦奶 都是书版们送来的 组长爷爷 大山外面有什么 我想去看一看 走出大荒稍大的时候 十号就已开始向往外界 想出去闯一闯 这些话语似乎还想在耳畔 石云峰自责摇头 道 我真不该答应啊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这里 永远不出去 那该多好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组长 我们知道你难过 可是也要吃东西 不然我们也不吃了一群孩童 红住眼睛上前 实在担心 好吧 人要活着 日子要过 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 石云峰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 这样说道 只是 村人知道 他难以释怀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难以忘记十号 想到他都会有些酸涩 村中还有一个小院落 那里的人也很悲痛 那是十号的父母 这三个多月来一直住在石村 直到两日前才离去 布老山有急事 托清风传信 请他们回去 外界 布老山 秦族内正在议论 要让秦浩尽快上去 不然天路可能就要断了 永远失去机会 我不上去了秦一宁摇头 很是痛苦 要扮在石村 不离开下界 石子凌文言 则是眼睛暴射神盲 道 我要上去 他心中早已点燃一团火 熊熊燃烧 沸腾了三个多月了 他要去上界 有朝一日杀灭那些传承 讨一个说法 为了复仇 他必须得进上界 哪怕此时充满了不舍 充满了遗憾 也要离开 那好 你上去吧 我留在石村 秦一宁悠悠一探 娘 跟我们一起走吧 哥哥也希望你快乐 不想你伤心秦浩劝导 秦一宁摇头 他心中伤悲 最后 石子凌回到石村 站在那座坟前 整整待了一夜 而后毅然离去 背负着自己的黄金绽毛 要进上界 从此埋头苦修 不再虚度 我的桀骜 我的棱角 我的本心 都燃烧吧 他悲怆的低吼 石子凌 秦浩离去 沿住一条神秘天路 从这一界消失 不久后 上界的那些贵女 奇才等 也都先后离开 彻底回归上界 同时也带来了 更为详实消息 这让他们的长辈亚裔 与他们谈论了起来 这么说来 那个小尸很厉害 便是进入上界 也将会光芒万丈 早晚可镇压一方 很厉害 不过他而今的弟弟更厉害 你说 那个小尸曾战败过 不败的传说众统者 是 众统者 在我上界也号称绝艳 有无敌之姿 而最近我上界也出现了一个 十八九岁的强者 在天允州一路横扫 号称同辈无对手 最后进入了天允书院 与该院一位初代决战 似乎胜了 并加入了天允书院时间匆匆 十号逝去已经半年多了 在此期间 无论是西方教 还是布老山等 与上界联系越发的吃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界越发难以沟通 几乎要断到了往来 秦族几次催促 请诗国传话 让秦一宁登天而去 不然将错过最后的机会 但都被秦一宁拒绝了 这草怎么越除越多啊 二猛道 矮山上 长满了一种怪草 生命力顽强 根筋粗大 根本除之不尽 每过一段时间都会长出 围着那座坟 而且 这个地方灵气浓郁了不少 村人们猜测 十号生前 曾浮尸很多天才地宝 更有各种宝药 神酒等 蕴含着大量的精华 故此死去后 让这里灵气变多了 这草真怪 从来没有在大荒中见过 怎么长出来的 皮猴疑惑 这是葬下十号以后 才再次出现的草 可惜 不是还魂草 大壮探倒 又过去了几个月 十号死去已经快一年了 布老山再次让人传话 请秦宜宁回去 这一次与石子林 还有其次子有关 秦宜宁要走了 带着伤感 站在土坟前告别 哭了一夜 秦族送来消息 石子林在上届负伤 很严重 而秦浩也出了点问题 要他上去 子林负伤了 这让浩儿地下有志 也会不安啊 你去把老族长石云峰安慰倒 我会将他父亲的确切消息传下来 让浩儿安心 秦宁宁哭道 他很伤感 下界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数日后 上届布老山花费很大代价 满足了他的愿望 与下界沟通 传下消息 此次 下界布老山倒不曾隐瞒消息 子林书无恙 早已独自去修行了 只是上界的人 希望他们的圣女回去 故此夸大了一些事 在十号的坟前 大壮说道 秦浩 在上界大放异彩 他有两块至尊骨的消息 没有瞒住 很多人知道了 结果一战惊世 二猛说道 这都是从布老山传来的消息 据传 在压制到同一境界时 秦浩连拜五大天骄 迎战数周天才 一战惊上界 引发了一场大波澜 为此 布老天尊亲自出动一道灵声 守护在其身边 避免他被人暗算 秦浩之名震动一方 南部区域很多古老的道统皆知 一些大教动了心思 希望与布老山联姻 愿许以族内天之娇女 据传 秦浩在苦修 希望可以迅速崛起 参与到上界即将到来的一场圣会中 据传那一圣会参加的 都是一周最强大的年轻人 诸多大周都会参与 进行角逐 是真正的年轻至尊战 胜出的一些人将进入某一密途 会有难以想象的大造化 可惜了 小浩原本你也要进入上界 绽放一彩可视而今 皮猴等人失落转眼间 一年了 石村人越发觉得不对劲 这矮山灵气阴晕 更加浓郁了 超过以往很多倍 小浩说 我们又来看你了一群孩子上山 经常打理此坟 可是这里的草长得太快了 拔不完 咦 是那只雀 是它在咸种子 丢在这里 难怪长了这么多的怪草 一个孩子惊呼 指着前方 那是一只五色雀 一点也不怕人 站在土坟上 扔下几粒种子 而后懒洋洋地梳理自己鲜艳的羽毛 哎呀 贼鸟 你太坏了 从小就欺负浩叔 现在都这样了 还跑到它坟前来放肆 一群孩子气鼓鼓 向前冲去 想要捉住它 显然 这是徒劳的 当年十号从小追到大 都没有摸到过这只五色雀的一根鸟猫 甚至还曾被这只鸟 惹得哇哇大哭 那是十号 为数不多的糗事之一 最不愿提及 甚至它长大后 有了劣震静的修为时 还有怨念呢 想捉到这只神出鬼没的五色雀 可惜最终也没有能如愿 这鸟贼得很 每次都会提前跑掉 啾啾 五色雀鸣叫 梳理完漂亮的羽毛 不紧不慢 诗诗然地离开 展翅后留下一片五色光 飞向石村后面的那棵老草树 那里是它的窝 太可恨了 我们拔草 它种草 一群孩子气得哇哇叫 冲下山 跑回村子 去捉这只鸟 结果惊动了大人 发生了什么 当石村的大人知道这些后 都很惊异 随后 人们一起去寻五色雀 结果它十分滑溜 早就没影了 什么五色雀 我一直就没有见到过 好像有点古怪 毛球道 它的伤已经快养好了 它自然知道 有这样一只鸟 当初十号还曾充满怨念地 带住它一起去抄那鸟窝呢 结果那贼鸟直接消失了 没看到 最后 人们又来到了矮山上 不经一经 灵气更浓郁了 而且那土坟竟有点点光运荡漾而出 这时 发生了什么 老族长最为激动 他也是一个修行者 感觉到那土坟中 有一股生气在复苏 最近几个月 这些草长势急望 而今那些根莖全部在发光 撞入龙须斑 似乎还在动 这草很特别 根莖特别的粗大 异于一般的草 今日更显得不凡了 散发阴晕光雾 让我看一看毛球道 毛子发出神光 盯住这里 而后望向土层深处 很快 他吃了一惊 毛球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波动 自身像是陷入了轮回中 心神一震 这也就是他 若是换作其他人 多半会出问题 你们不要妄动 他认真告诫 而后取出十号曾经的青铜宝盒 打开后 将那枚虫虫展现出 那时 他深感震惊 借助虫虫观看 那土坟下有一层光 散发出一缕生机 正是那光果 轮回 不经历生死 又怎懂轮回 难道是因为如此 小红也来了 相当的心惊 第617章 不服草 不经历生死 怎懂轮回 石村众人文言 都是一阵 老族长更是颤抖 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你 在说什么 是真的吗 石灵虎胸膛起伏 眼睛睁得很大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小红的话语虽短 但是却震撼人心 让石村众人心潮起伏 全都握紧了拳头 一起望向他 我也只是在猜测而已 小红说道 他也快复原了 双翅生出 浑身鲜红欲滴 如红宝石雕刻出来的一般 身体只有巴掌大 鲜艳亮丽 土坟在发光 由内而外 非常柔和 亮出一股特别的波动 你来看 毛球示意 手中的重铜 一一生灰 照耀进坟中 映出真实的场景 土层挡不住 咦 这是什么草 小红吃惊 他除却感觉到 一股轮回的力量 不曾想地下还有乾坤 另有玄妙 这些草的根筋 如龙絮般 并且很长 一直蔓延进土坟下 将那棺果包裹住 散发银银光泽 根筋洁白如玉 如绳索般 将木棺缠住 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箭 层层叠叠叠 透发着光运 让出神秘波动 你们别探出神石 小红警告 因为 发现村人忍不住冲动 要以神念探索地下 凭他们的修为 多半要出问题 果然 二猛一声惊叫 整个人痴呆了 他没有忍住 镜子探寻 然后整个人 像是灵魂出窍了一般 二猛 你怎么了 多 毛球一声轻斥 如雷音灌耳 震得他身体摇颤 双目恢复光彩 一阵悚然 我 好像在轮回 一瞬间而已 可却像千百事那么久远 很模糊 很可怕 我 现在忘记了 二猛如梦一般 最后惊醒 抱住了头 身体轻颤 这才彻底摆脱 众人都是一惊 所有孩子都被带了后面 不然他们靠近土坟 多半会发生意外 村人大多都懂得修行 而且不少人 如今修为都不弱了 但是却没有人敢乱来 都小心地观察 内心有一股中激动 孩子 我知道 你不会离开的 舍不得我们 一定还在 老族长颤颤巍巍 老泪纵横 他最是难受 因为是十号 是他带大的 他一生不曾取亲 没有后人 十号是他全部的寄托 小号 你还在吗 快点醒来吧 大壮激动地喊道 眼睛发红 这一年来 所有人都不愿接受 十号已失去的现实 土坟发光 内部的波动又强烈了几分 毛球还有小红 让众人倒退 不要靠得过境 连虫彤都无法彻底看透 不易把小红惊叹 成百上千条银色的草根 很粗长 缠绕在光果上 如星河流动 光泽点点 十分的奇异 用虫彤也无法看穿 草根与那股奇异的轮回波动 阻挡住了一切 这棺果中 到底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他们不敢去触动 怕破坏了这种现状 引发不好的变故 这草与古书上 所记载的环魂草 有点像 但又不一样 小红盯着这些异草观看 地上的部分 草叶碧绿 但并没有什么浓郁的芬芳 与灿烂的光彩 不是很特别 唯有缠着光果的根筋不凡 此时在发光 毛球采摘一片叶子 放在嘴里 慢慢咀嚼 仔细品尝 惊疑不定 道 让人心神恍惚 要堕入轮回中 世间有一种草 名叫黄魂 号称西式神草 整片下界 自古以来 也只发现过一株而已 据传 它被带入了上界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拥有无法想象的神秘力量 这种草一旦成熟 陛下滔天 壮若汪洋般起伏 事实上只是一株草而已 可见它的奇鬼与强大 此外 世间还有一种草 名叫轮回 含着它 可以进入轮回中 最是诡异莫名 这种草长在冥界 在古代只出现过数次 曾被师兄之一带出来过 持有它 能拥有无穷的体验 当然 它也很危险 一个弄不好 就会让持有者 涌多轮回 自此神势溃散 这不是轮回草 也不是黄魂草 药效远比不上 但是却有它们的少许特性 这是毛球与小红 得出的结论 村人们都很吃惊 同时无比的欣喜 他们看到了希望 这草如此特别 难道在慢慢改变 坟中的状况 我想起来了 这该不会是不服草吧 毛球精益 这 很可能就是这种草 小红点头 也露出金龙 据传 在古代有两位无上强者 曾经联手培育一种仙草 号称不朽 名字很惊人 意味着吃下去后 可让人长生不死 当然 这只是上界的一种传说 而毛球与小红的 祖上来头很大 不然也绝不会知道 曾对后代讲过 故此后世子孙也有所了解 其中一位强者得到过还魂草 另一位无上巨头 得到过轮回草 两人就是平级着两种草 进行培育 想得到不修草 结果失败了 不修草太过拟天 世间难限 最终 他们培育出一种草 拥有还魂与轮回的部分要性 名为不服草 如果一个人重伤 依此草治疗 可以保持其肉身不服 神识不散 维持在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不再恶化 当然 也不能治疗好 只能维系在不服的状态 不服与不朽 名字相差不多 但是药效就差远了 也远不如两株牡草 故此 两位无上强者 觉得脸面无光 没有公布 只是他们的后人提及过 想不到啊 这种没有流传出来 最后下落不明的一草 净出现在的下界 谁带下来的 小红字语 不对啊 这种草很难成活 不是说只能长在真龙穴 神皇朝等特别的古地吗 毛球簇眉 他想到了这一传说 但凡有灵性的东西 都只能在奇异的宝地 才能成活 而这种不服草要求 亦很特别 矮山上 郁郁葱葱 这种草生机旺盛 在这里不断繁育 竟成了规模 坟头周围近视 让人惊讶 无论是还魂草 还是轮回草 几乎难以见到 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株 许多人猜测可能是孤品 因为它们的种子 即便发芽 药效也会相差很多倍 这样一对比 不服草如此之多 也能看出 的确远不及神草 当然 不与那两种草比较 它也算是起草了 你看 这里的土有点特别 分黑白二色 不细看 根本发现不了 毛球蹲在地上 仔细查看草下的土壤 难怪 肯定也是那只 五色鹊弄来的泥土 小红点头 它难道知晓一处 类似真龙穴 神皇朝的地方 毛球有点激动 不服草 在一般的地方 肯定生长不了 连培育不服草的泥土 都弄来了 这五色鹊 肯定知道 一处了不得的遗迹 那只五色鹊 竟然能寻到这种草 一定有极大的古怪 小红道 它们真的好惊奇 那只鸟到底什么来头 居然一次都没有见到过 它实在太滑溜了 总在躲避 主要也是最近一两年 它很少出现 不知道落脚在何处 村人早已振奋 从它们的谈话中可知 石浩也许能活过来 这种草保持出了 它的生机 使它不服 关键还是要靠它自己 这种草 只是使它保持在了 一年前的那种状态 小红尘声道 这一日 石村轰动 男女老少 所有人都来了 每一个人都惊喜 冲上岸山 围在这里 时隔一年多 竟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让人难以置信 小浩叔真能活过来 孩子们惊喜 特别是最早发现 五色雀在这里 种草的几个小家伙 又蹦又跳 无比开心 感觉自己立了大功 十号体内 曾有轮回符文 而今散发出这种波动 自然让所有人 都充满遐想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 这是复苏的征兆 一定保守秘密 不要传到外界去 石飞焦说道 怕中途出现变故 我要亲自守在这里 组长石云峰脸上的皱纹 像是一下子化开了不少 擦去老泪 哈哈大笑 一扫此前的阴霾 这感染了很多人 自这一日后 石村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那座祭坛被封 谁都不能动用 不再前往石国走动 矮山上 有不少人守着 时刻关注着最新情况 所有村人都紧张无比 不过 经过仔细考虑 毛球还有小红留在了石村 不接近此地 因为怕惊扰了那只五色雀 谁也不知道 五色雀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手段 若是因此而让它不愿出现 那就坏了 至于村人 不用避讳 因为这只鸟向来不在意 果然 这只五色雀随后又出现了几次 大模大样 停在坟头上 像是在感应住什么 而后就又飞走了 多谢神鸟 村人败道 这已经很显然 五色雀救了十号 一晃便过去了两个月 石村与外界阴性不通 所有人都在关注与守护矮山 越发的紧张 一 坟裂开了 二猛大叫 土坟裂开 锐光腾起 从缝隙中蔓延上来 祥和的光比以前更加胜烈了 灵气浓郁的化不开 老族长行动迅猛 比撞小伙子还力气大 一下子扒拉开石灵虎 石飞椒等人 冲到最前 取出那枚重铜 仔细观看 地下的那个茧四分五裂了 他呼吸急促 不服草 根筋粗长 银白正亮 早前全部缠绕在棺果上 散发柔和的光 而经不少草根都断裂了 露出棺木 石云峰仔细观察 发现棺木也破裂了 已经可以见到当中的一具躯体 石飞椒等人激动 合力催动重铜 更加清晰了 能见到观中的景象 那里阴晕蒸腾 各种光雾弥漫 石浩躺在当中 面色红润 栩栩如生 他的身体上有符文在闪烁 皮猴惊呼 在石浩的躯体上 有一些神秘的符号不时躺出 而且身体上一些部位 不时腾起神灰 璀璨无比 哎呀 手臂变成了金色 咦 不对 手掌怎么又化成了紫色 所有人都很紧张 也很激动 期待奇迹发生 啊 他在呼吸 小号还活着 我看到他口鼻间 有白色气流出现了 村人们惊喜 不少人大叫 这里一下子沸腾了 第618章复活 石浩的口鼻间 有一股白色的雾气 像是阴云仙气般 伴着祥和的霞光 随着他的呼吸 而不断进出 这不是幻觉 村人们利用重铜 看得很清晰 二猛 皮猴 胡子等人简直要喜极而弃 等了很久 真的要见到奇迹了吗 石浩肉身不腐 面色红润 不像一年多年前 弥留之际那么惨白 没有血色 现在的他多了一股很强的生机 尤其是 在其躯体各部位 不时有光流淌而过 散发神力波动 一会儿半边躯体化成金黄色 一会儿又化成乌黑色 过了片刻 又会化成紫金色 不断地变换 这是怎么回事 我感应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 那是神力在汹涌 这是一种蜕变吗 大壮说道 事实上 所有人都在期待 恨不得观众的人 立刻行转过来 毛球与小红自然被惊动了 第一时间赶到 仔细地观察 他们也都心惊 可以确定 十号体内有了生机 将要复苏了 这是一个奇迹 折眠一年多 居然还有可能活过来 不服草 保持了他的状体 使之不服 不再进一步恶化 但真正想活过来 还是要靠他自己 也许 五色却还曾做过什么 但是他经历的生死轮回体验 以及他的求生意志 一定起到了最关键性的作用 小号身上的伤口还在 没有闭合鼻涕娃说道 在十号的身上 依旧有不少血痕 没有消失 不过能看到一些光泽流淌 在缓慢的滋润那些地方 因为不服草的缘故 保持其肉身不变 他现在才出现生机而已 想真正愈合 还需要时间毛球道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 土坟裂开 棺果上的白色根莖彻底脱落 十号的身体溢出一缕缕的光 云征霞味 他服食的那些药 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小红探道 一年多前 十号垂死 无论是石国 还是石村 都拿出了最顶级的宝药 让他服食 延续生命 当时 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但其实还是有效果的 无限的生机被注入崎岖体内 就此储存了下来 圣药 神九 布老拳 昆木枝条编程的蒲团 银桃 太阳树的黄金叶 哪一种不是西石宝药 价值无量 这么多合在一起 是一股无法想象的庞大生机 所有这些 都存在他的血肉中 在这一年中滋养其肉身 对抗绿铜锈符纹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起码 他不至于前哭 有这么旺盛的生命精气 储存在体内 根本不用担心自身枯竭 元气十分充沛 潜移默化 这些神性物质 在树里其经脉 血肉 作用巨大 毛球探道 他经历生死 体物轮回 自身的符文复苏 与诅咒之力对抗 渐渐占据上风 这是根本 小红道 砰 一声巨震 瑞霞冲起 将土坟冲开 棺果显出 村人可以看得更清晰了 十号体内神光流转 血肉蓬勃有生命力 他呼吸平稳 口鼻间的白雾如仙气般 毫无疑问 那是仙天本源 十号平静地躺在那里 体内出现一股波动 胸部开始起伏 然后咚咚的声响传来 让人大吃一惊 就是毛球与小红都动容 这是他的心脏 开始跳动 强大而有力 如一面骨在被敲动 一瞬间 十号的机体 流出一层神秘光辉 让他的血肉 晶莹而灿烂起来 宛若仙精筑成 喷薄锐光 咚咚 心脏跳动的声音 越发有力 沉闷无比 犹若天雷在轰鸣 这有点吓人 好恐怖 小号说的心跳这么有力 让我们站立不稳了一些孩子后退 脸色有点发白 这是被震的 这的确十分惊人 如此心跳声 预示了他强大的血气在复苏 简直如一头史前巨兽在觉醒一般 十号的胸部发光 尤其是心脏部位 犹如一座火红的神炉 照耀出绚烂的赤霞 精气滚滚 澎湃不息 折断的骨骼间还有缝隙 并未长好 不过这不是问题 一旦复苏 都将会长好最麻烦的是至尊骨 的确失去了毛球与小红谈论 对十号的肉身赞叹 绝对的强大 可惜少了那块骨 也不见得是坏事 方才分明有轮回意境出现 我觉得即便失去了那块骨 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 你看那是什么 毛球精益 点指十号的一些骨骼 以重通观看 自然可以看透 当年一战 十号四分五裂 浑身骨头都折断了 而今还有裂痕 不曾痊愈 毛球发现 在那些骨缝中 有光泽在流淌 在滋养断骨 是至尊血 小红精道 这样的话语一出 让村人都震动 全都凝神 仔细观察 非常的在意 十号失去了至尊骨 也因此而造就出一个 拥有两块鲜骨的少年强者 而今已经震动上界 让村人心中很不舒服 现在听闻十号体内 还有至尊血 一下子让很多人生出希望 倍感激动 这骨血很特别 拥有极其精盈的光泽 鲜红的宛弱赤霞 在骨缝中流淌 滋养这些断骨 使之越发的洁白精明 不仅如此 这些血还进入了他血肉中 躺进那些伤痕内 不断重塑 这时 就是毛球都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至尊血啊 居然流淌向了全身各处 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变化 村人都惊悍无比 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他们心中砰砰剧跳 这小子真敢乱来啊 他这是有意做的 还是无意间促成的 小红有点口前舌躁 觉得不可思议 以鲜艳若昭霞霞般的至尊血 滋养所有骨头与血肉 引导向全身各处 这实在是大胆 也许会废掉自己 也许会是一种大造化 有点不妙 毛球醋眉 因为他看到了绿铜绣般的符纹 依旧还在 不曾彻底磨面 仙殿那位大人 公餐造化 举世难寻对手 他所刻下的诅咒符文 岂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尤其是十号自爆至尊骨后 就更难了 应该可以斩掉诅咒 只是代价太大了 小红探道 终于弄清楚 这一年来发生了什么 十号的至尊血 在不断燃烧 虽然所剩不多 但却一直在与这种诅咒对抗 要将之洗刷的前进 彻底去掉 这些钱哭过 又曾焕发生机 与诅咒对抗 将之不断地斩掉 如今绿铜绣所剩不多了 可以看到 那鲜红的至尊血 似乎在燃烧 冲进每一寸血肉 骨骼间 不断地冲刷 犀里十号的肉身 毛球醋眉 道 可是这样消耗太大了 他若在巅峰状态还好 可毕竟失去了那块骨 若非体内有不老权 鲲鹏酒 黄金叶等鸡殿下的精华 多半早就乾枯了着 若是彻底除尽诅咒 至尊血还能剩下吗 小红怀疑 成也诅咒 败也诅咒 造化与凶险并存啊 毛球探导 正是因为绿铜绣符纹 遍布十号全身 所以至尊血才会这样流转 冲进每一寸机体 进行洗礼 斩制中诅咒 而那断骨 伤痕等处是重点冲洗的地方 是了 就是这样 若非先殿的符纹 密布在他的体内 想引导至尊血流淌向全身各处 难度很大 人体最是神秘 贸然这样以至尊血冲洗 可能会出问题 而今 那些符纹就像是灯塔般 鸣灿灿 吸引着至尊血前往 前去扑面 取而代之 在这个过程中 十号的肉身渐渐适应 慢慢承受住了 这才是根本 是一场造化 千万不要等到洗净绿铜锈符纹 这种血也乾枯了 那就麻烦大了 得不偿失啊 无妨 当年十号也曾被挖骨 更是被取进了至尊血 但最后真血还是再生了出来 并滋养出第二块骨 符纹更呈往昔 我倒是很期待 若是至尊血耗尽 等到真血再现时 会出现怎样的神秘符纹 也许将会震动骨精 若是能再次进化 简直不可想象啊 毛球与小红十分期待 只是这样议论而已 就有些激动了 他们知道 最重要的还是至尊血 只要还在 就能滋养己身 还能再生出一切 而这一次 这种血将滋养十号 全身各处的骨骼与血肉 村人听到后 都跟住心怀激荡 情绪起伏 十分剧烈 期待十号复活 变得更加强大 接连数日 土坟下一直有阴晕霞光缭绕 光芒越发灿烂了 锐气不断挣腾而上 宛若一座仙坟 十号在不断地变化 身体生命契机越发地强大 只差做起来了 不然一切生命特征 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其身体上各种光泽流动 璀璨无比 四肢有时化成金色 心脏有时化成一座神炉斑 视红耀眼 各种光芒透体而出 血肉透亮 若流离神灯般 不用担心 这说明它肉身强大 在重塑 在结果 这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体内积淀的一些神药精华 慢慢化开 稀里全身毛球解释 人们就这样守护着 不肯离开 所有人都知道 当真正磨灭绿铜锈般的浮温后 十号就会复苏 真正活过来 又过了数日 一股赤盛的光腾起 宛若一轮太阳 从地底深处爆发而上 轰的一声 土坟崩碎 彻底不见 与此同时 那光果四裂 十号末底睁开了眼睛 第619章 肉身记忆 那目光赤盛 像是太阳炸开 射出惊人的光芒 冲上高天 光束犹如实质 凝聚成形 与此同时 整具光果在一片霞光中粉碎 化成飞灰 那些银色的根筋 更是退缩 许多不服草枯萎 一股强大的气息散发而出 十号的肉身血气滔滔 从每一寸晶莹的肌肤一出 鼓鼓而涌 若一挂挂长河 倒冲向天 许多孩子惊叫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就是二猫 皮猴等也都脸色发白 而石灵虎 石飞椒等几名强者也心惊 不由自主倒退 土坟下 那股波动太剧烈了 如一头史前凶兽复活 散发着猎天之威 震动四方 整座矮山隆隆摇动 咔嚓 可以看见 一条又一条巨大的裂缝出现 在山上蔓延 以土坟为中心 冲向四方 整座矮山要解体了 那里锐光澎湃 如一轮天日藏在地下 此时升腾而起 盛光汹涌 如江海般在起伏 全面冲了上来 孩子 老族长大叫 激动到颤抖 伸出手 探向虚空 想要摩梭那个少年的面孔 一年多了 多少次从梦中惊醒 看到那个孩子抱着小瓦罐 吃了一嘴兽奶 蹒跚地向他走来 又看到他长大 黑发飞扬 傲视天下 老族长双眼磨了 含着老泪 不曾想到 还能见到十号出现 还能看到他活着归来 小心 他还没有彻底觉醒 不要靠得过紧 毛球说道 他与小红撑起一片光幕 阻挡了前方的圣烈神灰 以及那滔天的波动 不然村人根本受不了 都会被震飞 就是他们两个也很吃惊 十号血气如海 越发浓郁了 肉身比以前更坚固 更可怕 这一次的劫难 对他来说是一重锤炼 击断全身的骨 展开浑身的血肉 重新塑造 经过绿铜锈符纹的冲击 侵蚀 再经过至尊血的冲洗 更加坚韧与富有生机 终于 光辉收敛 他的毛子中的神盲消失 由锋芒壁露归于平淡 双目深邃无比 毛球与小红长出了一口气 应该没有意外了吧 小浩 村人大叫 很多人向前扑去 等到这一刻实在太久了 一直在期待 迫切希望他活过来 疑 不太对 石林虎一惊 摇摇晃晃 心神恍惚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上 其他人也都一阵 一瞬间而已 像是经历了百事那么久远 庞扶踏足前世与未来 心神迷惘 难以自拔 后退 毛球与小红吃了一惊 古坟中没有能量波动啊 居然还有这等威势 当真是了不得 他们赶忙出手 发出祥和的光 将所有人村人都裹住 带助他们倒退了出去 站在远处观看 土坟下 十号静静地躺着 毛子很深邃 呼吸平稳 但就是没有站起来 孩子 你怎么了 不要吓我们 老族掌心交 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千万不要出现意外才好 我是谁 十号深邃的毛子 让出生气 渐渐复苏 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他的手指颤了又颤 众人闻言 心头都是一领 无比的紧张 他 这是怎么了 难道出了大问题 虽然没有神能波动 但这是轮回的力量 不要靠近他 非常危险 他整个人都在一种奇妙的状态中 小红说道 十号身上的赤胜光芒早已内敛 平和而宁静 但是毛球他们分明感应到了一股很惊人的气息 可让人踏足轮回 我知道了 至尊骨没有了 他的肉身记下了这一切符文 烙印血液中 铭记骨骼上毛球说道 他与小红猜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一年来 十号的潜意识不屈服 非常顽强 求生一直强得惊人 这也是至尊血液快要枯竭后 还能再次涌现的原因所在 充分调动了所有的钱囊 只为活了下去 磨灭诅咒 这一年多来 十号虽然在昏迷中 但潜意识一直都在抗争 与肉身结合 不断轮回 失去了至尊骨 但是这种符文 这种无上宝树却一直在被其使用 烙印进了身体中 或许可以说 他在用肉身记忆 这种宝树与他的身体凝结在一起 即便没有了那块真骨 也无需太担心按照他们的猜测 一旦十号雾透 贯通这一切 可以随时施展这种宝树 没有时间限制 将更加惊人 用肉身记忆 这将化作一种本能 就像是吃饭 喝水 呼吸一样自然 当作常规 这将更为直接与可怕 当然 想要进一步升华 想要达到极尽 还需要他进一步去参悟 理解 终有一天 此法会成为一种本能 他的这具身体 也算是宝贝了 以肉身记忆 化为一种本能 这可真是艰难 与了不得啊 毛球轻叹 他们知道 若非是那绿铜锈的存在 需要不断以轮回对抗 用至尊血千百次的 洗礼肉身 好事一年多 在生死中徘徊 根本完不成这一步 唯一让人担心的是 至尊血可能潜枯了 这具肉身 进行了这样的符文记忆 最好 还是需要以真血来滋润啊 小红探道 若有旺盛的至尊血 滋养血肉与骨骼 这种本能 必将很快形成 无妨 我相信这种血 还会出现的 就像当年那样 总会发芽 更加茁壮 毛球语气坚定 他深刻了解 十号的过去 一 好像还有一些至尊血 小红惊讶 在十号的胸口那里 有一小团血在发光 若一轮红色神阳 鲜红欲滴 光芒赤裂 竟透过胸骨与皮肉 照耀了出来 这是要至尊骨的部位 毛球动容 什么 石屯众人也都吃惊 全都睁大了眼睛 看中那里 呼吸急促 是 突然 十号的体内 喷勃出一股溅气 斩向胸部 发出非常绚丽的光 让那一团血散掉 并离开了那里 这是本能 还是无以为之 自斩了那里 不让真血在那里成形 这团血散开后 化成一片鲜红的霞光 流淌进全身各处 而后迅速燃烧 不断喷勃 进行最后的洗礼 噗 最后 十号突然张嘴 喷出一股血溅 这一小团至尊血燃静 成为肺血 冲了出来 当中包裹住一枚复杂的符文 咦 这是什么 石飞骄持经 看着不服草上粘住的那一滩鲜红刺目的血 当中有一点绿光闪耀 好强大的诅咒 聚而不散 都到了最后一刻 还能浓缩在一起 不过对十号没有任何威胁了 被他击败了毛球惊叹 这就是仙殿的那种诅咒符文 黄羽带下借来的子符 当日打进十号的体内 一直扩散 最后差点要了他的命 现在绿铜绣符文被磨灭得差不多了 最后的残余符文浓缩在一起 被至尊废血带出 真实的显化在阳光下 这就是那种骇人的东西 真是可恨啊 村人全都愤慨 为了这种可怕的诅咒之力 他们费尽了心血 十足更清净国力 施展各种手段都难以除掉 收起来 十号这是要留下自己研究吗 这样也好 将来进上届 他必然会与仙殿对抗 透过此符 能先了解一些毛球道 我是谁 在哪里 十号吐出这口血后 毛子中生气越来越多 从赤胜到深邃 再到平和 逐渐正常 孩子 老族长喊道 轮回了那么久 该复苏了 还不醒来 速速超脱 毛球与小红同事喝道 用上了大神通 以道阴吼出 终于 十号身上那股神秘气息散尽 轮回之力那脸 他的目光清澈了 而后闭上了眼睛 仔细思索 呼的一声 他坐了起来 目光中带着喜悦 带着泪光 看向所有人 活着 真好 他清醒了过来 聊悟了一切 知道身在何方 感受到了 众人的紧张与关爱 十号彻底苏醒了 孩子 那些阿叔 祖劳等全部大叫 这一刻 让人心怀激荡 时隔一年多 十号又回来了 小号叔 一群孩子 更是向前扑去 一个个哇哇大叫 全都兴奋无比 跟一群猴子似的 大壮 二猛 皮猴等人也都狼嚎 向前奔去 大笑住 眼泪都忍不住落了下来 这是一个让人喜极而泣的场面 先不要激动 让我们看一看 是否还有轮回符文闪耀 不然会很危险 毛球阻止众人 毕竟 那种宝树被十号的肉身记忆了 将来会化成一种本能 此时他刚复苏 若是没有掌握好 也许现在就会展现 没事十号摇头 他从土坟下一跃而起 浑身发光 而后又内敛 站在了地面上 脸上带着笑 双目中蕴满了泪花 一年来 几乎算是死去了 藏医坟中 与所有人告别 陷入永恒的黑暗与轮回中 以为再也不能相见了 而今 他又活了 见到了光明 看到了熟悉的人 这都是他最亲近的家人 十号体内血迹流转 如长河奔腾 他稍微一运转 就发出了雷鸣声 散发艳艳霞光 绚烂夺目 而后 他快速脸去气息 一切都无恙 自身更加强大了 一军孩子 像是皮猴子一般 全都挂在了他的身上 爬上爬下 开心得不得了 可惜啊 失去了至尊骨 最后的那一点真血 也烧尽了 十非焦无比的遗憾 这样说道 毛球与小红点头 轻微一叹 若是真血不曾枯竭 以此滋养身体 会那让那种肉身记忆 更加深刻 化作本能 宝树还在吗 石灵虎也很紧张 我的肉身记下了 而且早先轮回符文 就已烙印进我的心中 一切都还在 十号道 擦去脸上的泪 很好 希望至尊真血 有在现那一天 那个时候 也许会使宝树再次涅盘 将超脱轮回 更加强大 到时候多半会震骨朔惊 毛球赞叹道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第620章戏 孩子 石云峰颤抖着走到镜前 摩梭十号的脸 这简直像是一场梦 还好当一切醒来时 一切还在 对于他来说 只要石浩活着 比什么都好 其他都不重要了 族长爷爷 石浩轻患 有些伤感 笑着落泪 老人在他死去的这段日子 明显苍老了很多 活着就好 再也不要离开了 石云峰话语 带着颤音 仔细地端详住石浩 从大悲到大喜 他心潮起伏 难以自艺 石浩辅助老人 帮他擦去浑浊的老泪 道 族长爷爷 不要难过 我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我一直都在 毫无疑问 这一日的石村 充满了喜悦 所有人都振奋 全村非常喜庆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活着真好 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 回到村中 石浩也这般激动地说道 他被人群淹没了 一双又一双手臂 叹了过来 不断地摸他 时隔一年多 还能活着回来 这是一个奇迹 上苍开眼了 让小浩复活了 终于显灵了一回 哈哈 我石村的孩子 就是命大 老天也收不走 众人大呼住 激动得不知道 说什么好 石村无比的热闹 所有人都来了 孩子们像过年般奔跑 带着所豢养的闪电拳 赤与鹤等上鼓一众 闹得鸡飞狗跳 清风上前 忍不住落泪 哭得稀里哗啦 走 去喝酒 不醉上三天三夜 不能结束大壮 胡子等人都红着眼睛说道 擦去泪水后 一群人拥簇住十号就走 村人热闹得跟沸腾似的 家家户户都腾起了吹烟 各种美味都在加工中 大顶中水已沸腾 鲜美的肉食散发香味 飘出去很远 而火堆上还有各种金黄油亮的野味 涂抹上蜂蜜 亮晶晶 又加上其他佐料 让人蝉咸欲滴 还有各种浆果 被放在银盘中 源源不断地端来 或者鲜红晶莹 或者金黄灿烂 果香浓郁 芬芳扑鼻 诱人之急 孩子们又跑又跳又叫 一个个皮得不得了 全都十分开心 彻底放开了 自从十号市去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欢快的场面了 大人们也都乐得合不拢嘴 任他们疯跑 来 先喝上一大碗 庆祝小号活过来 石灵虎哈哈大笑着说道 他们席地盘坐在湖边的草地上 摆满了各种肉食 野果等美味 一群人从老者到中年人 再到大壮 清风 皮猴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可以说老少奇聚 嗖的一声 金光闪耀 一只牛犊子大的闪电犬 从旁边跑过 带起一股狂风 并且电芒劈啪作响 追着二猛的孩子而去 好家伙 这几头金色的凶犬 越来越厉害了 大人们感叹 呼 半空中 一头紫金雕划过 带着几个娃子 风声呼呼 也很惊人 所有人都笑了 很欣慰 当初十号带着一群孩子 走进大荒 带回来的这些一众幼崽 全都成长了起来 石村会越发的强大了 一切都让人欣喜 特别是这群孩子 有灵药 有古丹方 自幼被放在顶中蒸煮 修行起来事半功倍 还能坐在一起举杯 还能一同喝酒 真的太开心了 二猛大猪舌头说道 他时间不长 就已经喝下两大坛子酒了 哈哈 难过了一年多 今天阴云散尽 真的好痛快 一定要喝个够 鼻涕娃大叫着 又开始为众人倒酒 众人坐在一起 围着火堆 上面烤油有各种野味 油脂滴落在火堆上 发出痴痴的声响 所有人都很高兴 不停地举杯 喝得满脸通红 孩子 现在还想不想喝瘦奶 说让人去给你熬上一瓦罐 咋样 皮猴的腹喝得半醉 这样打去道 哈哈 一群人大笑 别不好意思 真想喝 现在就让人煮上一罐 石灵糊等也起哄 不像长辈的样子 十号脸皮在后 也尴尬了 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态 因为还有一群小东西 在旁看住呢 全都笑嘻嘻 小号叔 瘦奶真那么好喝吗 我咋觉得很一般啊 小号叔 是不是天天喝凶瘦奶 可以长力气啊 我也每天都在喝 没觉得太管庸压 一群毛孩子笑得很古怪 强忍住大笑的冲动 跟他开玩笑 一曲足劳解围 笑骂道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都给我一边待着去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含着瘦奶修行 可以事半功倍 不信你们去试试 十号神秘兮兮的说道 真的假的 还真有很小的孩子 信以为真 屁颠屁颠的跑了 想去尝试 结果时间不长 就跑拉回来 骗人 小孩叔叔 你骗人 害得我被瘦奶枪住了 一群才会走路的 小孩子控诉 十分不满 哈哈 人们大笑 这注定是一个 很欢快的夜晚 所有人都很放松 与开心 就是那些婶子 奶奶也都喝了一些酒 快醉了 十号坐在这里 跟村人们 有着说不完的话语 谈到了身处 土坟忠实的感受 也提到了过去 在外闯荡时的 各种见闻 当然 众人谈论最多的 还是十号折眠 这一年来的事情 提到了外界的各种情况 十号了解到了父母的去向 知道了五色雀的救命大恩 还有十国的种种变化 心有感慨 喜悦与伤感并存 毛球 小红 谢谢你们 十号说道 向他们敬酒 两大生灵顿时瞪眼 这家伙给他们起的名号 实在有点不招待见 不过在今天这大喜的日子里 他们倒也没有太计较 呼 狂风大作 清灵鹰大婶带着三个孩子 俯冲而下 荡起一阵大风 落在湖边 这是十村最强大的几头凶情 将会成为祭林 十号你活着太好了 他们大叫 冲了过来 以翅膀蹭他 激动与轻力无比 十号也很高兴 能够见到他们 恍若隔世 活着比什么都好 随后又问到 大红鸟呢 在寻至尊神藏 还在大荒中 这一年多来 清灵鹰大婶 与大红鸟是主力 一直在大荒中 寻找那处神藏 打神石 与黄蝶也跟住 他们做这些的目的 主要是想寻到 逆天的造化 看一看 那里有没有黄昏草的 想救活十号 听到众人的解释 十号既是感动 又是开心 取过大号的酒坛 递过去 跟他们碰坛饮酒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在寻找 至尊神藏 独角兽小白说道 大口饮了一坛酒 而后直接口吐白沫 躺在了地上 这只凶兽很不一般 长出了洁白的翅膀 有进化成为 太古天马的可能 神骏超凡 可是酒品 酒量实在不咋地 众人哄笑 看着他被孩子们抬走 所有人都有了醉意 但依旧在推杯换盏 有着说不完的话 十号手持一个浴罐 轻轻摇动 里面有一些残血 包裹住一枚繁复的符纹 呈绿色 认真观看 别研究了 以后再琢磨 继续喝酒 大壮说道 对了 孩子 你身上的伤 真没事了吗 石灵虎问道 诅咒除掉了 难以奈何我 就是断骨 还有肉身上的裂痕还在 但很快就能长好 十号达到 他有些犹豫 究竟是在下界养好伤 还是等到上界 再接断骨呢 因为此界法则不全 天道有缺 到了上界后 须打碎骨骼 你那一界的法则淬炼一番 还是先养好吧 毛球建议 也好 十号点头 孩子 你终究还是要离去 一群人都睁大了眼睛 露出不舍 全都担心了 生离死别 最为折磨 十号好不容易才活过来 又要分别了吗 组长爷爷 阿叔 我还会回来的 肯定还可以相见的 将来在一起 十号安慰到 上去后 再想下来就难了 我们还能等到那一天吗 组长石云峰伤感 才活着相见 怎舍得他离去 我们一定还会相见的 只要给我时间 数十年而已 我就会想办法下来 组长爷爷 在离去前 我会为你们练出金丹 我们石村的丹方是瑰宝 可以让你们复旦而突破 最起码也能活上一两百年 石浩认真地说道 即便如此 众人还是伤感 不愿他离开 练那种金丹 需要上百种的灵药 很多都是稀有的奇药 几乎绝种了 很难收拳一位祖老摇头探导 现在族人都知道了丹方的价值 只是所需太惊人了 很难依照那种药方 练制出宝丹来 要知道 上一次十号清净十国所有 也才练出六颗小涅槃丹 村人虽然不需要这种高等级的宝丹 但所需药草也一定很惊人 需要大量 无妨 我肯定能收集权 那些不朽的大教的药田中 一定不会缺少灵草 十号眸光璀璨 带着一股冷意 你要去找他们的麻烦 族人一惊 有些人做了错事 需要付出代价 七神之所以能够顺利下界 正是一些不朽大教的尊者血迹所致 真以为我不知是他们所为吗 霍乱下界 造下的杀孽太过了 该有个说法 十号说道 一场血迹 生灵涂炭 造成数以千万 甚至过亿的生灵死去 鲜血成河 尸骨如山 惊悚世间 所有这些都是人祸 是有意未知 使上界的强者可以顺利下来 最起码 那几名尊者当诸 不然我心难安 应去他们的圣地走上一遭 十号补充道 拥了 证明尊者会